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首先当然是要示明 这个复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意义 复的意义非常之多 从现在我们所看到的中古时期 对于汉所谓对于复的表述 大概有这么几种 我觉得我简单的做一下排比 可能我觉得是有一定意义的 一个是汉书译文字里边说的 就是不歌而送为之父 不歌而送为之父 大家都知道早期像诗经 我上次提到过 诗经大部分可能是可以和乐的和唱的 和音乐结合在一起的 处词一部分也还是和乐的 像九歌 有一些可能不和乐只能送了 实际上是代表这样一个变化 那么还有一个当时大家知道 就是有所谓副诗 副诗一首 在那些怎么讲 就是社交场合 或国际外交场合当中 有所谓副诗 这个副其实就这个意思 是不歌而送 它重点就是在这个送 它不是唱的 可以送 那么送当然跟所谓的歌 和音乐的关系是要略远一些 是这样子一个说法 那么我们现在也可以看到 当时确实有很多人 这个副是送读的 我们一些很多文献也都可以看到 是这一点 那么这是一个可以讲 是一个形式的一个表现 在这里 这个副显然 这个是一个怎么讲 是一个像副诗里面是一个动词 对吧 是一个动词 是送读 其实就是送读的这个意思 不歌而送为着副 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 这个副它本身 当然我们副比性那个不说 还有一个对于副的讨论 班固在这个两都副序里边 有一个话 讲这个 副者古诗之流也 副者古诗之流也 那从这个意义上来 我们当然从字面上可以去理解 说是副是延续着这个诗的 这个古诗的 这个诗当然 指这个过去诗经为主体的 这些作品 是继承着这个诗的精神下来的 当然可以去这样做理解 另外一个从不歌而送为着副 这个角度去理解 其实也很简单 因为它副的是什么 副的实际上就是诗 副的实际上就是诗 那个不歌而送就是副诗 对不对 所以它就是副的诗 所以这个副当然是跟诗有关系的 那么在之后 还有一个非常普遍 就是汉代人 汉代人一些经学家 已经在开始讲了 就是副比性 那个副已经在那里讲了 就是副是所谓的铺陈 那么在文学当中 后来这个刘邪的文型雕龙里边 它有一篇叫全副 就是全说这个副的 它里面就直接讲了 讲副者铺也 它说是铺 然后体物写字 就是这个副是铺 它是什么呢 它是体物而写字的 体物和写字 这个物和字 可以讲是相对而言 是两个不同的方面 物是当然是一个物相 是对象 表现的物质 当然是在心为质 这个汉代的解释石经 就是说在心为质 就是内在主观的情义 思想 所以它是这样讲的 那么这样一个文型雕龙 全副这里 当然解释这个所谓铺字 其实汉人已经这么讲 但是从文型雕龙这里 可以说它基本上 把副作为一种文类 作为一个文类来看待了 那么是文学上这样子来讲 而且指出了这个 它的一个怎么讲 艺术上的一个特点 质品的特点 就是所谓是铺 铺层 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所以首先是这个 我想这几条 大家如果能理解的话 可能可以 那么还有一个 就是关于这个溯源的问题 副到底是怎么产生的 它的源头是什么 这个其实讨论的非常多 也非常复杂 有的讨论基本上是 包罗万象 把诗经 把处词 把之前的战国文章 战国册这些 都放在里边来讨论 这个好像就是 汉富是把所有之前的文学 都集中在他这里 那么这个可不可以这样讲 当然也可以这样讲 但是我想如果要比较仔细的去 说的话可能要分别来看 它是从不同的 早期不同的文学 传统的 吸取了它的经验 当然你比如说 这个是毫无疑问的 包括很多的学者 包括文艺药龙 刘泉也都提到过 就是从源头来讲 这个储词的传统 是非常明显 储词的传统 是非常明显的 因为后来 这个所谓词 大家可能知道 这个词和 词和复这个之间 就有非常复杂的这个关系 这个去源 有些就是说是这个储词 对不对 储词那个词的意思 这个词实际上是跟音乐相关了 这样子是说 这个歌词是可唱的 这个还有呢 就是说到了汉书英文字里面 去源就叫这个 去源复 25篇就叫复 所以词复之间都是 关系实际上是非常紧密的 有的当然也做这个区别 想做这个词和复作区别 有些学者就更加强调 这个词的这个所谓的 就是 质的这一方面 有的更强调 复的所谓这个体物的这一方面 当然这些都是各种各样的说法 我们说 就是说第一个储词是没有问题 你特别是看 早期的汉复 我们下面简单提到的 就是汉复 你看早期的汉复 不是所谓这个 有所谓这个烧体复 对不对 烧体复 这个烧当然就是储烧 离烧 储烧 那个烧体复 烧体复里边 这个非常明显 你看了那个 篇章 比如说这个 就是甲义的这个 掉屈原复 掉屈原复实际上是 不完全是烧体 就是一部分是储烧的居士 那个 这些你看了以后 就非常清楚 观念性是非常之强的 很明显是从这个地方 发展下来的 那么当然呢 有的还提到了这个 荀子的这个负篇 这个最早把这个负 作为这个 荀子有几篇 这个所谓的负 它有讨论不同的对象 比如说针 这是比较具体的 就是那个针 是比较具体的 那么你比如说礼 智 这就比较抽象一点 这些它都以这个为对象 来写的 那这样的 这个副篇 所以这个 这样的 这样的呢 那当然跟这个是 直接有关系的 这是一个方面 那当然我觉得 还比较重要的 一个就是 就是战国册里边的 一些文字 因为战国册的文字 是 我说的是 实际上是铺张扬立的 因为当时那些 纵红家那些册室 是要游说游说那些军王 游说那个国军 所以他要铺张扬立 会这个从多方面的 去尽量的去铺展开来 这个造成这个气势 而另外一个呢 它很多里边 是用那个 所谓对话式的 这是有分兵组的 一个当然可以讲 是文词 那还有一个呢 它可能是 就是很多是分兵组的 就是说一个人 要劝说对方吗 要说服对方吗 所以两个人 假设两个人在那说的 那么这个你可以看 在整个这个汉父的 特别是早期的发展当中 是非常明显的 非常明显的 你那个 比如说某种程度上 这个伏鸟父 就是他和这个鸟的一个对话 这个实际上是这个伏鸟 佛实际上是猫头鹰 就是猫头鹰的对话 说是那个 到后来这个谁啊 就是眉秤的 我们现在都讲眉秤的 这个七发 七发作品你可以看到 也是这个太子和这个 这个客人的两个人的 主客的对话 所以这样的一种方式 这种对话的提示 是非常显然 可以看到 所以它有 它实际上 我们如果要讲这个溯源的话 我想不能够一般的讲 就是你可能要分析 它不同的这个 附的不同的特征 看到这个不同的特征往上 和之前的那个文学传统文学作品 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所以这个事也是讨论的比较多的 但是其实并不是有一个截然的结论 所以这是第一个想提到的 那么还有下面呢 就是说这个汉富的整个 简单说汉富的一个发展 它有一个发展背景 这个发展的背景 我可以说当然 这个汉富发达起来 实际上是基本上 这个是汉初 基本上这个经过大乱之后 汉初基本稳定了 从文景 那个时代开始 逐渐逐渐开始发展 基本上是到了这个武帝的时代 到顶峰 武帝的时代到顶峰 所以很多人说像司马向文这样的大富 实际上是和当时的这个政治 政治社会发达的这个程度是有关系的 是这样一个情况 是从文景时代一直到武帝达到这个高峰 那么这个当中呢 还有一个就特别值得注意的 就是说这个时候汉富 实际上是有一批作家 这批人可以讲是一个作家群体 而这个作家群体的创作呢 特别重要的 你要知道 它实际上可以说是一个 汉富基本上可以说是一种宫廷的文学 是一种宫廷的文学 就是说它不是一个 某一个个别的人 这个基本上 或者是基本上 不是一个个体 一个创作的个体 出于特定的情况 他去进行某种创作的 当然你比如说假意 有些特殊 那些富尿富也说 但大部分的汉富的作品 它其实都是依附于一个 诸侯王 诸侯国的国君 后来当然是汉武帝 之后是那些 汉武帝以后 开始是天子的朝廷 依附于这个进行 所以它的一个文学发生 活动的那个场域 实际上是一个宫廷 是以宫廷为中心的 是这样的 而且这个发展情况 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来 实际上是和当时的 这个政治局势是相关的 大家知道汉代 那个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 有一个很大的争论 对吧 就是说到底应该用 什么样的制度 来确立新的 那个帝国的这个 这个一个构架 到底是应该封建的 还是应该郡县的 那么当然秦始皇 那个时候最后是设了郡县 那郡县最后是 这个很快就瓦解了 瓦解之后 所以汉初重新面对这个问题 重新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 像它基本上是两种体制 就是有封建的部分 有这个直接由天子朝廷 控制的那个 所谓郡县的一个设置 那么这两个部分 这两个部分 后来当然慢慢慢慢 就是把那些诸侯王的力量 慢慢削弱下去 削翻 然后到汉武帝最后推恩 最后把这个问题才解决掉 那么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 所以那些汉父的那些作家 实际上是在 很显然是一个游走 这个各个诸侯国 最后到这个天子的朝廷 这样一个趋势的 那最早出 早期我们现在知道的 就是最主要的 大概几个诸侯王 它那个势力比较大 然后当时 宫廷文学最重要的一个东西 就是说它政治文化 包括文学在内 是合而为一的 是合而为一的 就是说这个 是这么一个情况 所以当时那个势力 比较大的几个诸侯王 比如说吴王 那就后来有酿成这个 七国之乱 吴王的这个回忆下 他的门下 当时那个非常有名的一些作家 包括这个 这些都是有名的这个作家 这个梅秤 当然我们现在非常了解了 这个很有名的这个作家 像这个炎记 就是庄记 这个实际上 现在我们作品 几乎没有什么作品留下来 我们不太注意 但是经过 但是在汉书一文字上记载 实际上 他做了很多的副的 像这个炎记 做了24篇 梅胜实际上 做了9篇 保存下来 就那个 两汉之记的时候 看到的作品 它是 是这样的 那么到后来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就是说这个梁王 这个梁王 他的回忆下 他的回忆下 也有很多人 包括后来 因为吴王这个叛乱之后 这个有一些人就游走了 或者梅胜和周扬 都曾经劝说过这个梁王 不要和中央对抗 但是呢 这个梁王当然没有听了 他们后来 这几位后来都跑到了这个 这个梁孝王的这里 当然这里面 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人 就是这个司马向如 司马向如原来是 在做一个小官 做一个小军官 在天子的朝廷里 做个小军官 当时这个梁孝王就是 他是那个嘛 他是汉景帝的那个兄弟 他到那个长安去 他爱好这个文艺 这个司马向如原 可能觉得前途渺茫 就是他是弃武从文 原来是个小地级军官 那后来就跟着这个 跑到这里去 跑到跑到这个 那里去待过一段 所以 这个 都是 都是有 有 有 这个是有一批人 这是有一批人 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后来的这个 淮南王刘安 淮南王刘安是做了非常多的 这个文化上的 事业的 他比如说他召集他的门客 变成了这个淮南子 淮南子 淮南子其实我们现在留下来的 恐怕也不是全篇 因为当时说是有非常 非常多 非常多的这个篇章 现在留下来只是一部分而已 做了淮南子 比如说他可能他当时也住过 梨梢 可能编辑 很可能编辑过梨梢 很可能编辑过梨梢 很多的工作 甚至就是说 比如说研究庄子里面 就庄子最早可能淮南王门家 也曾经编辑过 也编辑过这个庄子 那么那个叫什么 因为庄子我们知道 现在是分内外篇的 内外杂篇的 那么最早把一部书分内外篇的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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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淮南 就是刘安 淮南王刘安这里开始的 就是这个 以前一篇文章分内外的 是有的 比如韩非子里面这些就有 但是把一部书分成内外的 是像从淮南子弟 所以有的学者就认为 这个 庄子分内外 可能就是从淮南子弟的时候 他们编辑过这个时候开始的 所以他做了很多的工作 图字上面工作 当然更多了 他底下有很多的这个 作家 有很多的作家 他这个 根据记载 他 淮南王刘安自己就做了几十篇副 他门下还有这个所谓大山 淮南大山 淮南小山 这个这些这些东西 有几十篇 有四十几篇 所以他的数量 其实根据汉书一文字 这个记载里边 这个淮南王刘安文下 他做的 他那个做负的数量 实际上是相当之大的 相当之大的 当然后来这个 起码这两个 其实都不得善终 不得善终 因为实际上是一个对抗 和中央一个对抗 那么他们 当他们这个势力瓦解之后 那么整个就 就当然所谓这个诸侯的 或者说是藩国的 这个宫廷里边的这个文学就消散了 但是后来呢 就是当然就是汉武帝 整个经过那个文景之治以后 到武帝时代 汉代达到了一个非常鼎盛的时期 汉代这个经济文化 经济社会文化 就达到了一个鼎盛的时期 所以各方面的力量都汇聚到这个宫廷里边来 那比如说当然汉武帝 一个具有象征的意义的事情 就是当时请了这个梅秤 请梅秤 他用那个草包了这个车轮 把梅秤引到这个宫廷去 但是那个时候他已经很老了 他死掉了 就已经死掉了 所以后来很多人都去了 包括这个司马相如 司马相如当然还有那种故事 他后来又回老家了 回到老家那个什么 这个情调作文君 然后就是实际上回去吃软饭去了 然后给汉武帝 汉武帝也是因为一般都讲 他整个文化政治 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 他爱好文化 汉武帝这个人 人家批评他是什么 讲这个人是外仁义而内多欲 就是说这个人表面上是要讲仁义的 但是内心里其实是多欲 这个欲望是多方面的 所以这个文学 这个艺术实际上 也是他欲望的一个方面 所以他当时就是收集很多人 所以他看了 那个很有名的文章 他看了司马相如的所谓的子居妇 读了这个以后非常高兴 说恨不得 不知道这个人是什么人 恨不得和他同时 结果后来司马相如的那个同乡 那个养狗的 就是狗间杨德义 就跟他说 这个是我的老乡 这是当代人 活着的 那司马相就把 不 那个汉武帝就把他引来了 就把他引来了 所以 所以这个后来这些都 这些点点滴滴的这些 这些富家 这些文人都最后 汇集到汉武帝的宫廷 形成了一个非常壮大的宫廷 天子宫廷里边的 这个文人群体 文人群体 所以他基本上 就是汉代富的这个发展 非常清楚 是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 他存在着一个 如果从宫廷的话 实际上他存在着一个 从藩国一直到 天子朝廷这样的一个 这样一个背景的 是这样 存在这样一个背景 发展的 那么 下面就简单提一下 这些重要的 主要的富家 或者主要的一个趋势 因为我们不可能去 仔细这个去读这些作品 讨论这些作品 所以只能给大家 大致勾勒一个 非常粗略的大致勾勒 一个基本的一个线索 当然汉腹的发展 我们一开始 从汉初的时候 注意到的问题 实际上是 前面提到的 这个所谓的 烧体 所谓的烧体腹 烧体腹的 烧体腹的早期发展当中 最代表性的一个作家 当然就是甲义 甲义 他有这个福鸟腹和调屈原腹 福鸟腹和调屈原腹 这两个都是非常 有名的这个作品 这个福鸟腹在 这个竹东人先生的 这个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上 里边是有的 是有的 那么 而且福鸟腹里边 实际上大家 甲义的生平 大家也都知道 之前也提到过 他 他这个当时 实际上这两篇作品 都是他不如意的 在政治上失忆 或者他人生 入图当中 失忆的这个 场景下的作品 福鸟腹是说 他和一个猫头鹰 猫头鹰飞到他的屋子里来 然后两个就对话 开始对话 那么实际上 他当然是一种 自我的劝慰 自我的疏解 是一种自我的疏解 里边用到了不少老子和庄子的说法 一些道家的说法 显然包括后来的调圈腹 这个里边显然都可以看到 是这个储词的这个影响 这个所谓锡字 就非常之多 这是可以说的 这是一种 这个里边可能还有主观的这个情字 这个所谓的 这种怨的这种 这种怨这些疏解 这方面的这个表现 这方面的表现 还是非常非常显著的 接着要提的呢 一般是所谓这个 梅胜的这个七发 七发这个问题呢 在我们的文学史里边 我们都是把它看成这个 从梢体到汉大腹的一个中介 把它看成是一个中介的 当然这里面实际上是有一定的问题 因为七发呢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大家并不把它看成腹的 就是古人并不把它看成腹 那个时候古时候呢 有一种特别的一个文类 就叫做七 就叫做七 所以那个时候并不把它看成腹来看待的 但是呢 这个当然是古人的认识 但是在我们现在看来呢 这个确实七发里面所表现出的 一些文学上的特点呢 其实跟确实可以把它看成 从腹到后来 这个司马相鲁所建立的这种 所谓大腹和大腹的这种标准模式的 这样一个中介或者一个过程 那么这个所谓的 这个七发呢 实际上是讲当时这个楚太子 楚王的太子呢 这个身体不好 这个无客就去见他 见他呢 然后分别跟他讲 谈到了音乐 谈到了饮食 谈到了车马 谈到了油官 谈到了田列 谈到了这个关涛 就看着这个波涛 这个关涛 这个先跟他讲了六 六样东西 然后这个楚太子都没有什么反应 都没有什么反应 这个病都没有好 最后跟他讲这个妖言妙道 讲了之后呢 这个楚太子 楚太子一下子就这个 好过来了 是这么一个 大概的一个结构是这样 实际上是主客两人的 主客双方的这样一个对话 那么这个里边呢 特别有意思 就是大家注意 它实际上是七 为什么是七 它是七段 实际上对后来是有影响的 很多的城市 它就变成七了 因为这些数字 也不知道为什么 那么我古代这个 反正有些数字 是有特别意义的 三六九 这个七其实也是有特别意义的 它是七段 我后面有讲到 比如说你看那个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读过 那个江烟啊 后来那个别覆 别覆 别覆 它写别 就是写的七种 就是写的七种 就是一二三十五 就是叙述的七种 这个别情 场景 七种别情和场景 所以再大家列了这个 那么这个呢 显然就是说 大概的结构是这样 它是一个主客因素 它是一个主客双方 它是七 它是七种 然后呢 它有这个所谓主客双方 然后呢 有这个主客双方 然后呢 它特别重要的 就是说 它实际上是一个 一个这个 它那种铺层性的描写 铺层性的描写 那么特别 特别典型 特别著名的 当然大家知道就是这个第一 第六段 就是所谓关涛 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 这个你们可以去看一下 它这个描写的非常的细致 非常的这个铺张 非常的铺张 这个可以很显然 这个看出来 这个所谓这个铺层的 副的这个铺层的特点 在这里的这个发展 这个发展 而这一点呢 你如果去读 甲义的这个作品 这个两篇腐蚀像 你是看不到了 是没有这样的特点的 没有这样的特点的 因为副到后来 最重要的一个功能 实际上就是这个 最重要的一个艺术特点 就是这个铺层 就是这个铺层